哈喽大家欢迎回来 今天是五月的购物分享 我现在呢人在国内 我回国啦 这次回国呢待着时间长一点的 整个暑假都是在国内的 回国真的很好买 每天包裹不断 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期买到的一些小东西 今天分享这个 我订了两个颜色 它是KEEP的健身手套 这个粉色还蛮好看的 它是那种浅浅的粉色 我买的是超薄款的 这个就是摸起来真的特别薄 然后在手掌垫垫这边呢 它是有一些防摩擦的 这一款超薄的也不是很贵 它买了另外一个颜色 我以为是黑色 但是它好像是有点深蓝色的 这个糖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推荐过 真的特别特别好吃啊 参半的这个益生菌糖 里面像是这种养乐多的小盒子 吃起来是那种气泡糖 在你的舌头上冒泡泡 就像你喝那个泡腾片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又订了好多包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也特别爱吃 它就酸酸甜甜的 每个味道都很好吃 饭后烧烤火锅之后来一颗 特别舒服 我这次回国化妆品跟护物品 都带的很少 因为比较重嘛 而且国内这么好买 所以我就带的都比较少 我就发现我刷子有几个不太行了 我买了两把刷子 这两把都是爱诺奇的 这个是一个鼻影晕染刷 刷鼻影的这个双C还挺顺手的 我现在还挺喜欢像这种 粗一点的鼻影刷 它刷出来就自带那种晕染感觉 也可以刷鼻头啊这边 还蛮方便的 他们家的毛也特别的软 然后这一个是一个极细的眼线刷 因为我就想沾眼影粉里面那种深色的 画一点下眼睫毛这边的晕染 或者是勾一点 这个眼线勾出去 也是蛮好用的 它也是很精细 毛也是比较有韧性的 很有弹性 然后这个呢也是配套买的 但是不同的店 这是UNI的一个洗刷液 UNI这款还蛮好用的啊 它里边是这种大开口的 所以呢我就是戳了一个小孔在上面 倒一点在这种纸上面 就划圈划圈 然后就可以洗得很干净 你看这个头上就没有刚才的眼影粉了 但这个也挺香的 没有那种酒精味 这回锅呢我有尝试做直播 所以一直在做直播的选品 校色的这个系列是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组唇膏 这个是叫水精华唇膏 每一个颜色都挺好看的 它这一系列里面有三个颜色 我觉得最好看 我嘴巴上涂的是00色号 涂出来这个妆效就是哑光感的 但是一点都不干 涂上嘴是真的有点像 你涂了一层唇部精华 水水嫩嫩的那种感觉 所以干唇特别的友好 这个颜色也很适合素颜去涂 它真的是很自然 而且很显气色的那种裸色罐 我现在涂的这个是210裸赤茶 裸赤茶是有点偏橘调的 在我手上可能明显一点 偏一点点的橘 上嘴更多是感觉偏暖调一点点 我把刚才的000号色涂在这边 000真的不挑皮 有一点点豆沙色的感觉 它这个裸色不会偏紫 所以黄皮又好 然后这个是我现在嘴巴上涂的裸赤茶 发现没有我把头发染深了 我这次又染成的是黑茶色 因为我之前底色太浅了 所以之前也是染的黑茶色 洗着洗着就变成黄色了 然后还有这一支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它是211裸皮革 211裸皮革跟210相比起来呢 它稍微偏土一丢丢 偏冷掉一丢丢 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秋冬春夏其实都可以 大家如果感兴趣我的直播 想过来跟我聊一下天的话呢 可以去某书 然后预约一下我每个星期的直播 大家也记得可以加到我的小群里面来 如果大家有建议播出的时间的话 可以到时候在群里面cue我 最近618的机制都特别好 所以欢迎大家来我的直播间找我玩 这个是橘朵的精细眼线胶笔 这个还蛮好用的 这个的使用感其实很像Canmake那个 然后跟Canmake我觉得差不多一毛一样 防水防晕防蹭 大夏天都是OK的 前几天我又买了一个小的便携的睫毛夹 这个是MUJI的 我买了真的大大小小的这种便携的睫毛夹 都有点缺点 要不然就是加不翘 要不然就是会加到眼皮不舒服 还是MUJI这个好用 这个我之前就买过很多个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用长时间之后 后边这个东西会会断掉 里面这个弹簧可能就不太好使了 但是这样一个我觉得用三个月 你连续每天用是OK的 这个呢它是自媒体人的打工工具 它有几个头可以直接插手机的 这边是插电脑 这边是Type-C的插iPad也可以 有的时候随手拍一些 没有带电脑的话 在手机啊iPad里面就可以直接剪辑嘛 这个就很方便 我之前看它的这个网图觉得它可能很大一个 但是你收到手 它其实小小一个还挺好戴的 这个呢是几个假睫毛 它是免胶类型 我不知道你们用过这个牌子没有 我这还新的还没有用 我是看别人直播间 然后看那个主播 太好看太可爱了 立马下单 无脑下单 这个等我用一下再跟大家反馈哈 这几个是我回购的美瞳 还是强生的这个 像其他牌子我是不是也会买 但是买的最多 回购的次数最多的就是强生的这个 国内买美瞳真的便宜很多 我这次买的是这个棕灰金色的 它里边的壳长这个样是这种棕红色的 他们家美瞳啊 这个系列都很自然 每个颜色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款我是经常回购 带的比较自然 眼睛比较亮 我准备这次回国的话 再多囤一些回去 美国买隐形眼镜真的好贵啊 这个是胶下的墨镜 你看它这个case好好看 这款眼镜超级的时髦 他们家真的好会做这种防晒的产品啊 以前都是那种极其轻便型的嘛 这次出的这一系列 它其实也是轻便的 但是就非常时髦 边边这里啊 是这种波浪型的 整个框架是这种圆弧型的 一点都不压鼻子 它耳朵这边也非常舒服 你不会感觉有个东西架在你的耳朵上 这款真的戴的超级的舒服 这款也是有好几个颜色 黑色最酷 小包包也超级的可爱 然后还有几个他们家的帽子 这款特别的好看 每次回国我都觉得 国内的小姑娘们特别的白 我真的晒的超级的黑 特别是我的手臂 他们家帽子都是防晒的嘛 而且这个帽颜特别大 所以这个阴影可以挡住大半张脸 我觉得它这个帽子的侧面特别的好看 又很运动 也很适合把头发整个扎起来 这款还有个白色的 我上次看我朋友戴个白色也特别好看 他们家这款新款的草帽 特别好看呀 它把两边都阻挡住了 而且它这个帽颜够深 你去整张脸都是可以藏在里面的 我的问题就是两边的颧骨这边的晒半特别的多 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我 这款还挺适合把头发扎起来 就有那种法式天元的感觉 后面还戴了两根这个绑带 我觉得可以直接这样绑在头发上 就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而且帽子也不会被吹掉 或者是直接在帽子后面扎个蝴蝶结 把头发披下也是可以的 我这次回来都没有戴任何的防晒衫 所以又准备了一件这样子的 有点灰灰偏绿调的 杨幂也是穿的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这边腰间的线条就修饰的特别的好 它这个系列的面料我都很喜欢 是那种冰冰凉的 我之前那件是中号的 稍微就宽松一点 然后小号的话我觉得更加合身一些 可以全部拉上来 拉上来就可以遮到我的眼角了 完了 口红弄上去了 修身款真的超级的好看 显得腰线这边很漂亮 小东西都讲完了 然后我们再进入服装片 我身上这件是一个非常法式的蕾丝短袖 蕾丝这种材质其实我觉得不太好做 因为它很容易就显得很廉价 这件的面料织法很细很密 而且我很喜欢它领口这些一圈花边的小力领 泡泡袖做的不会很夸张 整个一个感觉就是很优雅 还做了一个上面透视跟下边不透视的拼接 所以让女生觉得穿着非常的有安全感的同时呢 你又比较凉快 不会特别的闷 这件呢我下面喜欢搭批牛仔裤 或者是下面搭一个小短裤 这条短裤就是遮肉肉神器 你看它是这种A字型的 所以刚好大腿根部的肉肉这里 就可以完美的被遮住 而且它是高腰型的 配我这身衣服可以放在外面 那如果你配一些基础的小T恤 就是可以把T恤扎在里面 它就超级的显身材 这条裤子面料穿起来很舒服 也是很凉快的 配这个皮带是可以完全拆下来的 如果你今天的衣服很繁琐 想要下身非常简洁的话 那你就可以不要这个腰带 它里面是做成这种西裤的前巾 加上腰带之后呢 它这个配色整体搭起来又很和谐 就是几种穿法吧 都还蛮实用的 然后还有这一点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吊带 两边这个结要自己系一下 这一件呢就非常立体 从正面到侧面 它就是像一个花苞一样的这样展开的 也是有一点不对称的这种感觉 胸前的这些小扭扣也是花苞样子的 然后我特别喜欢它这件用的面料 有一点点像绸缎光泽感的 上面这些小暗纹 小花纹都挺好看的 这件呢就可可爱的 下面可以搭一个长的牛仔裤 或者短裤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这边又有一条小黑裙 我真是特别喜欢买小黑裙这个品类 因为像我的身高也不是特别高 它右腿的前边斜着开了一条叉 而且大腿这边很细心的有一颗暗扣 这样的话就不怕走路的时候给走光 它整体的裙子的安全度是有的 但是路肤度也是有的 腰这边收得很好 臀部呢不会过于的包 所以像这种样子的小黑裙 它穿着都比较轻松 我不会担心 我今天里面要穿 是不是贴身的或者无痕的内裤 但是又很简单 因为one piece嘛 你就不用考虑其他搭配了 这个它是一个牛仔的套装 我觉得它这个原色牛仔的颜色蛮好看的 这套它已经有很多小细节在里面的 比如我就很喜欢它下摆这边啊 一些小流苏 它是用小花边拼接流苏的 有个裙摆那一圈也是的 所以一套下来显得整体很精实 衣服上面这些配件 还有裙子的这些配件 它的这些五金都非常的有分量 我就很喜欢衣服上面的配件 很下功夫 整体的精致度也会拔高一个度 这一套唯一注意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领口比较低 所以里面可以穿个裹胸 或者是那种小背心 裙子是有两个口袋的 我特别喜欢有口袋的裙子 你的手呢就有地方放 整体这一套我觉得走路带风 非常的舒服 非常凉快 这个背心呢 最近穿的特别多 因为它真的超级的百搭 它领口这个白色是这种 编织的特别的精致 衣服上的五金也特别的好看 这一整身我都觉得是很精致的 它整体的风格也很像小相公 粗腻的 但是呢 它这个其实很薄很薄 夏天穿是很舒服的 这个背心如果是 全部扣起来穿的话 它的领口稍微有一丢丢的大 里面穿一个裹胸 或者穿一个小背心 或是那种稍微低领一点的内衣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的有安全感一些 还有这一套西装特别的好看 这是一个春夏类型的西装 它是那种薄款的 它这个颜色调的蛮好的 是那种深褐色 版型上有一点点oversize 你看它的肩膀稍微的宽一点点 有一个软垫肩在里面 这一件前面有个腰带 你可以把它系起来 因为它这个面料是比较轻薄 比较软的这一种 所以配这种腰带系起来呢 就比较个和谐一点 如果是正常西裤 它偏厚重偏硬一点的类型的话 这样系就很奇怪嘛 或者呢就是不要腰带 这样比较休闲 比较敞开这样穿 搭配一般的这种牛仔裤也挺好看的 这个西裤呢 还有个小心机 它这个领啊是个双层领 我刚刚是把这个外面大领子给去掉了 然后现在把它装上了 再给大家试一下 这边有点像那种风衣的领子 你看刚才的领在里面 就是小一点点 这边是有个卡扣在里面的 这样放上去之后 有一种外套感 有一种风衣的感觉 这一件就是有很多种方法穿 这一条配的裤子啊 特别的好看耶 裤子上身呢 是宽宽松松的类型 然后也是腰间有一条细细的绑带 我比较喜欢把它的绑带 放在侧边的地方 它的长度是有一点点极地的 我穿那种平底鞋 其实刚好极地 主要是我觉得它上身 非常的显瘦 显腿长 这套搭起来 就特别的酷 特别洒 以上呢就是五月的跟我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视频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来我的直播间一起聊一下 我会把我直播间的信息 放在下面的info里面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那今天视频里面所有的东西呢 我会把名称啊 链接啊 我能找到的放在下面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